接盘棋讲解是满天过海 204年的个人赛 红方正为同 黑方网天翼 开局是中炮 对战平风马 先进棋足 这里红方形成了直横鞠 黑方的话 打的话这种棋 他退回之后可以挺兵 让你的棋头马要收治 所以这个棋容易被利用 这儿他选择飞向 稳扎稳打 红方也就出局 不让你打局了 对方这个棋以前有盘鹤马 但是这个冲中兵很凶 黑方这个棋压力比较大 临场的话选择一个补适 比较稳妥 只要把这个局换掉就不怕了 红方这个棋呢 不能选择局二平三 因为他这里可以妙手对局结尾 对完之后呢 你还是要选择冲中兵 那么黑方可以推炮打局 这儿红方如果牵制的话 黑方正常上马 红方如果从中路局面突破 黑方对局就可以了 对完之后呢 两头蛇支柱双马 如果你不对的话用强 这个局就危险了 到这儿他选择看住 那么你一冲 他这里呢有一步浸泡 打局 那么你一吃上马又打局 拱一将可以出 再一将他可以上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局被活活打死 这里套路很深呀 那么红方不敢 红方选择交法是冰五金 稳扎稳打 黑方进炮做一个防守 这儿就是不让你走 局二平三 即便你弃掉这个兵也不行 都炮八金四 飞火八分鸡 打局 然后打相 吃掉之后呢 将军仍然是冲你的局 所以这个棋啊 红方呢 不会这么下 红方兵五金一 杀过去 黑方选择吃 红方就马起进五 盘投马 黑方看似可以吃马 吃则这个棋啊 就中飞刀了 将军叫杀 看住的话 棋居 那么吃马的话 打相 若是的话 跳姜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就会得子 对方这个棋啊 如果上马反击的话 当头棒喝 瞬间给对方打翁 所以这个棋根本不行 那么到这儿以后 黑方还是选择平租比较稳 那么这儿的话 必然是要打出去 这里看似好像活着一个马 其实这个棋呢 是不行的 因为呢 你看似这个马一上 这儿一上 这个马肯定要丢 毫无疑问 那关键是这个棋 你打去 它可以抓你 你对鞠来不及啊 对完之后就丢子了 看着好像这个马要丢呀 但其实到这儿 黑方有一个足五金的好棋 给你换 你不换的话 它泡分边 眼看马上不去啊 要给对方吃 吃完之后 它鞠八金六 随时把鞠换掉之后 我们发现 将来红方虽然多子 但黑方这两个足太厉害 而且你的企图先受攻 将来黑方的反击手段 异常强烈 到这儿以后呢 这个棋 红方没有必要去 击外生枝 他选择是简单打掉 对方选择是小足去赶马 红方就上 黑方首先这里不能牵 因为这里有个棋局啊 太厉害了 到这儿以后呢 就要杀你 黑方可以呢 选择上马结尾 但红方可以吃掉 现在抓着死炮 对方如果去拱足 这儿选择捕食 如果你走炮 他踩掉你 所以你得先吃马 再吃走炮啊 但这时候他不吃你炮 他下出炮8平6 把局挡住 下一招骑马5星7就绝杀了 所以这个棋套路很深啊 到这儿以后呢 牵不住 他选择的是平炮要对 这个时候应该选择 简单换掉 这儿的话一打 把这个炮给他换掉 之后再出局 找机会再去对 那么最上个棋的话 黑方这棋不怕 实际上的话 他走的是炮8平9 结果被红方就摁住这个马 黑方以为可以呢 先骑后去 但是这个棋还是草率了 因为到这儿以后 红方正常招法就是吃 那么黑方可以去八进四 做霜 红方只能看中炮 那么这个棋 黑方可以平足 威胁马 这儿红方必须得吃 逼他去换 换掉之后呢 吃掉你 所以这个棋的话你串打他可以退回 那么这儿的话 一交换啊 随时上马踩炮 你看的话他就对局 你不对的话 现在你窝心居有问题啊 对完之后啊 就这样的棋 黑方还多了过河足 所以呢 这个棋啊 黑方拒面了反仙了 所以红方这棋啊 他只能选择一个马去踩 看似好像非常无奈 但是呢 红方这招棋啊 就故意弃个轰头炮 准备了来一个底线杀棋 黑方就想 我这个足够的一将啊 你要捕失 我一挡住 将来就可以呢 通过一个利用手段 比如说我这个马一上 打着马吃着炮啊 这样的话就不错 但是这个棋的话 人家不上当啊 到这儿他选择是推过心马 你要是过来 我踩掉你继续踩炮 所以你根本没有机会 一样看杀棋啊 你挡还挡不住 怎么办呢 黑方只能棋局砍掉 然后呢 这个棋啊 小足一下 试图骗对方吃掉 形成一个天地炮 但是在这个时候啊 那郑伟同肯定是点局叫杀 不管你啊 对方肯定要吃 不吃的话 现在下棋进武 那么吃完之后 红头炮 点姜的话就上 那么退一姜 再下 最终这个棋呢 他选择的招法是 落实解围 红方呢 继续回马交杀 黑方也是比较痛苦 点姜上来 晃了几下之后 最终的这个棋是补试了 那么郑伟同得失不了人呀 一抹是给踩了 对方这个棋也是痛苦 到这以后呢 跑退三 红方选择是出来 黑方这个棋 确实不好下 他选择棋跑 这也是骗了红方一下 红方正常杀掉之后呀 把这个象一吃 这个马如果再上的话 他这里会有一个退居 准备平居威胁 这儿的话 他退一姜 意思就是我居马冷招 如果你上线 我一吃就抽你居 所以这个棋要进来 那么严看这个平居 双居抢炮 他可以看 但是红方呢 还是极高一招 点一姜啊 可以进行一个对居 为了解杀 非对不可 对完之后啊 对方一个单向马炮 肯定是守不住的 所以这个棋的话 那很明显 红方是一个盛世 平常的话 这个棋啊 那正为同眉感冒险 今天吃个炮再说吧 因为毕竟 王天一外星人 第一人 所以呢 到这不敢用墙 王天一看这个棋 赶快回马 解救 这儿的话 甩过来吃相 然后呢 这个棋啊 就选择一个双举脚杀 对方先拍了一将 这儿下来 然后呢 推炮回去解救 这里啊 吃掉 对方选择招法 是让开 这儿的话 双举啊 意思就是要 抓对方这个炮 跟他换 换了之后 跟刚才相比较 刚才把对方一个像 一个式吃掉 他一个单向 所以刚才赢得更快一点 当然这个棋的话 也反映了一个 残局功力问题 黑方呢 试图呢 消掉红方的兵 去谋合 但是红方这个棋呢 不给他机会啊 这儿的话 这个棋要甩举过来 威胁他 那对方这个棋啊 他随时可以吃掉这个兵 也不着急 然后呢 将军进来 现在红方有两个兵 这两个兵 如果丢一个 就不好赢 看红方 如何去保兵 这儿的话 吃炮 然后呢 吃马 这个马不能回 抓双就上 那这个兵就过河了 对方一将 这里出来 比线一将破试 只有补试 红方把试连起之后呀 黑方准备将军踩相啊 这儿不给他机会 退回以后呢 拱变兵 如果用马去换兵啊 对方缺个势 合不到 所以这个棋很妙 黑方做得最完整的防守 这个炮到河口 你看似过不去啊 红方现在就平兵 黑方又没气走呀 然后继续下 那黑方也不能坐也带毙啊 这儿的话 红方这个兵 看着杀进去 也没办法 然后呢 这个棋啊 掉巨国来 作为这样的棋啊 黑方在平 红方先给他来一将 你要是推不好他过兵 你落势的话 他退回吃你的马 对方只好退马 然后中间再抓 逼着对方直接败退 最终这个棋掌局啊 把炮一赶走 这个兵就要过去了 所以到这里啊 对方实在是没法抗衡了 就是因为小格式 所以到这里的话 只能认输 那么正为同获胜 没办法